教练作为亚洲一个铁血教头 也是非常敬业的 对球队的管理和各方面的一些规定 对外援和本土球员之间的一种衔接的疏导 在训练当中的一丝不苟的这种作风 我们大家还是应该给予一定的认可 甚至是给予很高程度上的认可 因为这样一个铁血教练 对大连一方未来的组建 未来的行走的路上 能够一步一步的展望更多的惊喜 我觉得这个教练还是值得我们期待的